说 不是这样啊 哥 你想没想过小咪的未来 想啥呀 只要她高高宣定 平平安安的 其他的无所谓 你别无所谓呀 是吧 那孩子终究会长大 他不可能在你眼皮子底下 生活一倍呢 为什么不可能 谁能像我这样爱护他一辈子 你这跟我问的 这都有两个概念 你能不能直接回了 不是吧 小咪跟其他孩子不一样 她有自己的打算 她会对自己负责的 不是 那你说 哥 咱们做家长的啊 是不是应该在自己的这个 能力范围内 是不是应该帮个孩子一把 反正我没什么能力啊 你现在这样还用我说吗 这电视多少寸门呀 这看足球来信是吧 这不就是能力吗 啥能力 瘦死的骆驼我笔马大呀 我手里还有一定的人脉资源 行了嘛 我闺女我了解啊 她是一个自个儿 特别有主见的女孩 将来她想干什么 我就是全力支持 知道吗 平平安安就好 说别的都是诈骗 游戏机也是你的 你玩吗 你都是我的 我玩 你说人家孩子玩的东西 你这么大意 你还抬家来玩来 我是在游戏厅玩我这玩 小子是 这个咱们做家长的呀 都妄子成龙妄女成凤吗 没有家长不这样的吧 我跟你说啊 那妄子成龙的啊 那家长没有一个自个儿是龙的 我就是一条虫 我凭什么要求我闺女爬上枝头 变凤凤凤凤呀 不是一个物 咱就没那基因 你这后半句我可不太同意啊 拿话挤给我 行 就算你是条龙 你现在不也在我家窗台上盘着呢 你还不如我这种 你别老说我呀 现在咱们说的是王小咪的未来 说的是小咪 你老提我干吗呀 啊 哥 说啥呀 说呀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比什么都强 至于未来 我先信儿孙自有儿孙福